你好,师傅,你好 你好 请师傅,帮我开个01年属蛇 01年属蛇的 01年属蛇 他鼻子眼睛晚上睡觉之前都会痒 哦,看到了 鼻子这个地方啊 鼻子这个地方有一大块的那个叫灵性 灵性啊 还有业障 我告诉你啊,我看到,对不起,对不起 我看到个小孩了 哎呀,那不要讲了 肯定是你打胎的孩子 我打胎的孩子 在你现在孩子的鼻子和那个鼻子 主要是在鼻子这个地方 哦,然后他的颜色那图腾在哪里 他属什么 他属蛇 颜色偏生的 偏生,在哪里呢 在水沟边上 水沟边上好不好啊 你说呢,总是不,总是,总是比爬在马路上好啊 手爬在马路上会被人家打死了 那他身上的灵性反应多嘛 嗯,多的,蛮多的 因为我怀上的时候吃蛮多海鲜 这就是啊,我刚刚想讲了 不是蛮多海鲜,是每天一条鱼 每天一条鱼 每天一条鱼 还有一个鸡腿呢 这个鸡腿还不算海鲜呢 一条鱼就是海鲜,听得懂吗 嗯,嗯,嗯 然后呢,长大的前途好嘛 前途很好 前途好啊 实际上你就是,实际上你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很辛苦的啊 嗯,对 对,对,对,我看得出来的 鱼腹,鱼腹生出来的 鱼腹生出来,我告诉你 鱼腹生出来就是因为其他一个脖子生不出来 哦,是这样的 嗯 那,那他的鼻子眼睛这边的小房子要多少张啊 鼻子眼睛呢,脖子啊,小房子要多少张啊 鼻子啊,鼻子眼睛 鼻子眼睛 嗯,二十一张吧 二十一张 哎,看见一个女的 看见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 哎,像中世纪一样的 像就是像那种,像那个清朝一样的女的 头发卷起来的那种,前面有一卷一卷的 哎 那我就想了 像这种形象的话,肯定是上辈子的 那我就问你,你有没有姐姐过世的,妹妹过世的,有吗 呃,我有一个姐姐刚过世 还有我妈,我妈有打胎过一个,呃,哥哥 啊,哥哥是吧,那不是的,是个女的 姐姐刚过世 上次师父帮我看,她是在我的喉咙这里 哦,那就是她了,还是她 就是她,因为我女儿有梦过她 对了 呵呵呵,逃都逃不掉了,就是她 就是她,那小房子要几张呢 小房子啊 对 在十五那天,我们有送了七张给她了 有送了七张是吧 对 嗯 没什么大问题 这样,这样还要命多宝宝吗 这样,这样,这样被你们讲成这样了 我说讲话 是 是 所以 这样你一讲,把两个字变成一个字了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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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意思呢,师父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开玩笑了 呵呵呵 你再念十七张吧 十七张,好的 那她的眼睛的,临近二十一张和这个十七张是不混合的 redistribute 分開分開分開 嗯 好的好的 分開 那就是21章是寫他的名字要清捨 那個就寫我姐姐的名字這樣就可以了是嗎 對啦對啦對啦